其實大家也看不懂 柯文哲怎麼會突然拋出說 我內心本質其實還是深綠的 被騙過的人知道自己被騙了 然後你現在這個騙子還要再來騙我 那不是更氣炸了嗎 而且包括這個葉元智昨天也講 本來安靜很久的服務處電話 突然又響起來了 你們還要對柯文哲友善嗎 他就是個騙子 他現在說他是深綠的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狀況 但是對柯文哲來講 這是不是也是不得已中的這個辦法 因為要避免自己被邊緣化 不然柯文哲現在怎麼辦 我KB電視台昨天 這個KB電視台這個開康的這個狀況 是不是很好 我們是不知道了 而且看KB電視台這個 柯文哲每日疑問的 這個票到底能不能夠投得出來 也很難說 所以你怎麼看柯文哲這樣的一個狀況 現在真的只能靠黃國昌 我覺得那個KB電視台 就是看爽的而已 昨天到今天早上 9點多的統計只有33萬人觀看 可是33萬人觀看這種數字 說實在話不是很嚇人對不對 我說真的 那個人昨天在直播的過程之中 他上線的就七千多人而已 所以不像之前他們講的說 KB那個KB直播有沒有 很多人有多少人會上來 其實那個递減會 那個效應會递減 就像黃國昌第一天不是這樣講說 要捐款對不對 不是他說什麼 一下子八百多萬 賺了八百多萬 那時候所有的來賓都在笑 不然你又每天開看看 看這裡可以開多少對不對 那你說那個黃國昌 我剛剛黃國昌也是很狠 人家問他說 說說你對於這個顏色的問題有沒有 他說我不是那麼在乎柯文哲的顏色啊 他只在乎什麼年輕人看不到 看能不能看到未來 那我就覺得說 你沒有解決問題的中心思想嘛 黃國昌 你說他跟他談的六點共識有沒有 六點裡面有什麼東西 人民做主啊什麼臺灣正常國家 還有一個什麼司法實現正義 媒體專業自主 權力必須監督制衡 他就在必談這種國家的色彩 定位的問題嘛 對不對 他現在也不敢說這個問題 而且那是在作文嗎 誰不知道 對啊 他也知道說我現在先進去民眾黨裡面 我現在得柯P的喜愛 柯P不是講說他是超級新鮮對不對 他要培養黃國昌跟黃珊珊 變成兩顆太陽有沒有 聽到說我要把他跑好 培養成太陽 我可以繼承柯文哲的意志對不對 對於來說總比留在時代力量好嘛 所以人家才講說 你跟柯文哲談的時候是十月八號 你也十月十六號就退 才退出實力 那你不就是劈腿嗎 當然啦 那個很多政治人物 他會想說 我要先找到下一個窩嘛 找好飼料 這邊才能放掉嘛 雖然時代力量現在看起來 沒有什麼發展性 可是至少如雞肋一樣啊 對不對 所以黃國昌他當然是要找好下一步 而且他覺得說柯文哲可以信任他 可以把很多問題交給他之後 他在那 可是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這個人 真的是政治目的 政治利益重於一切 他對屬下的關係也是這樣 人家講說有了新人忘救人對不對 你說黃國昌現在是不是新人 是啊 至少會幫他博生量 幫他募款八百多萬嘛 對 蔡秘儒呢 蔡秘儒苦幹實際上跟著他三十年耶 真的對不對 你怎麼對蔡秘儒呢 其實那個那個那個誰 吳子佳不是爆料 他說那個什麼 當初啊 那個 柯文哲在在那個什麼 蔡秘儒在台中選舉的時候 他那個什麼 淨總成立之前有沒有 他就叫人家call他 文宣部call那個蔡秘儒跟他講說 你那個區友不會當選 所以柯B不會排你的 排那個行程到你那邊去啊 怎麼這麼誇張 他跟了柯B三十年耶 對啊 我如果說這個如果吳子佳爆料 這是真的的話 只見新人校不見舊人窟啊 對啊 人家就是幫你披掛上陣下去打仗 他比吳馨營還強 吳馨營是等著那邊 爭水水丹做副總統 對不對 蔡秘儒還要參風入宿 對不對 跑去監獻選舉去選舉 去幫你打拚去開疆拓圖 你竟然跟他講說 你的區不會選不住 你照理這樣講的 你臺灣的區 我看也沒地方會住 對不對 那你不是真的 這些地方我都不用排行程嗎 而且之前我們還聽到 十月十四號 柯文哲到臺中掃街的時候 竟然還有旁邊的人 跟蔡秘儒講說 你不要穿 你會競選服裝 不要拿競選旗次 也不要動員 你的人來這邊搞 這個場子叫柯P場 不是你蔡秘儒場 不是有母雞帶小雞嗎 他不是選民眾黨的立委嗎 所以我跟你講說 如果這是事實的話 你不覺得跟著柯文哲 真的你要維持啊 今天要閃閃發亮 你今天光芒稍微暗淡 他就把你丟到垃圾桶 沒在地裡 所以你就知道柯P的這種領導統一 或者對下面的人 是人家不會幫你賣命啦 所以你看 他既然大家都知道 不會幫他賣命 所以我那天也講過 你柯文哲才出現政壇多久 你現在跟你從 你一開始步入正常 還跟你在一起的人 除了蔡秘儒之外還有誰 你看旁邊是不是都心面孔 對不對 因為這些人 都換過一輪了 都換過一輪了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人實在是很誇張 那我現在就回來講說 你對蔡秘儒也是這樣 那真的會讓人家寒心 跟著你三十年從台大這樣跟過來的 現在有黃國昌啊 但是小心喔 黃國昌不是簡單角色 所以你要怪蔡秘儒自己 誰叫你沒辦法太穿 到時候要像蔡秘儒一樣 把他踢開 黃國昌會讓你踢開喔 對啊 問題是所有時候 那一天我就預言 蔡秘儒早晚會去國民黨 對不對 因為送暖的是誰 國民黨嘛 你看盧秀儒 連他的現在蔡秘儒也看得出來 他的那個進行看板有沒有 那個盧秀儒是最大 最大堆的 你柯文哲放在那邊 所以就跟你講 照理來講 你今天柯秘儒的影響力這麼強 真的有那麼吸引力 你有這個魅力的話 不可能蔡秘儒會把你放在小角落 而且誰在他最困難的時候送暖 是國民黨是盧秀儒 所以說跟你講說 你這樣的話 早晚看到你那個 柯文哲的態勢 跟你的支持度的話 早晚民眾黨會分風離析 不過這個就請到這個競評了 哇 你聽到這個柯文哲突然說 我內心本質其實是深綠的 你有什麼這個想法 可是王世堅講啊 王世堅說我相信喔 他的內心本質是深綠的 因為他很讚賞 這個柯文哲勇敢拒絕藍白河 那你怎麼看 柯P的這個說法 本質上你可以解讀說 他自己把他內心的想法 這個掀出來 但是我覺得他又講說 就像急診室的醫生 病人送進來的時候 你會問他民間黨還國民黨 沒有必要 醫生是做什麼的 我提醒他 柯P啊 玄弧濟世啊 本來就是人心人術 你本來就不會去問任何的這個政治 你拿這個來講喔 這個跟政治 你會問他是藍還是綠 這不是雞腿在比什麼嗎 不倫不類嘛 你怎麼會把一個醫生的一個 這麼崇高的職業和職智 哪來放在急診室說要談藍綠 要談這個這個政治啊 有沒有搞錯 還是說你內心本質就這樣想 藍的你就這個多舊一點 還是綠的就少舊一點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他怎麼會 因為完全沒有醫得到這種程度 一直在講自己是醫生出身 誰不知道你是醫生啊 賴清德他也是醫生 他會把醫生掛 這個賴清德也是公衛體系出身 也算是醫生 那你你你會把他這個 你會幾時聽過他把這個醫 醫生的經驗掛嘴邊 就你柯文哲 一天到晚講啊 急診室怎樣 急診室怎樣 白色的巨塔如何如何 然後你會先問病人藍綠嗎 是不會 你本來就不會也不應該 那你這個時候哪來掛嘴邊 這不是不倫不類莫名其妙嗎 所以就算你每日一問 左打這個藍營說 你這個九億多八億多的 怎麼沒有賠給黨工 還有前選舉 拜託啊 我們每個人都要這個 付錢給國民黨欸 我今年我上個禮拜 才給國民黨十萬塊 這是我自己的這個 今年度的額度 民進黨國民黨 都有這樣的一個傳統 都要做這種事情 我不知道你民眾黨 我忘了民眾黨民意代表 沒那麼多 你要不要做那麼多 做這些事情 你要做政治現金 或者是去募款 就想辦法好好的認真做 而不是用這種說 你有多少錢 怎麼還不還人家 傷口上傻言 然後再打賴清德說 哎呀 台獨今孫變台獨歸孫 你只會用這種情緒性的 問完了之後 然後呢 你每日一問 只是打這些東西 你能不能提出一些 有建設性的東西 有沒有建設性 你起碼說賴清德 他的這個兩岸路線怎麼樣 那你兩岸路線是什麼 而不是說你只是走 那個蔡英文的 也難怪民進黨會摔你 那如果只是走蔡英文的話 那投給正版的賴清德 投給正版的民進黨就好 幹嘛投給山寨版啊 幹嘛投給一個想要加謀 又加謀不進去的柯P呢 所以柯P今天 不管他從他的意識形態 然後拉回來他的政治光譜 說他想要走這個 他是守勝率的 我跟大家講 他的內心的企圖 他的軌跡是什麼 他想要衝政黨票 他的總統已經無心在戀戰了 你哪時候看過一個選總統的候選人 不去跑外面的行程 除了夜市跟廟口 然後就是在 關在這個小房間裡面做直播 然後整天 然後不然就參加一些這個座談會 或者是辦了什麼公開 公開辦的這些辯論會 或什麼政策會 然後就這樣子記者會 也不用去外面跑 你想想看越往中南部跟東部走 這些地方 還有甚至一些離島外島 有些民眾是希望看到你本人的 就像我們自己在這個民意代表在地方上 人家看到你在電視上 還是希望你在看到地方上走東 一樣的道理啊 你如果沒有去中南部 沒有去東部的基層 你走不出去的話 你跟人家選什麼 你在選總統 不是在選馬桶啊 這不是這樣子玩的 那你今天要選舉的話 那你還好像一副無心戀戰的 我打打嘴炮 然後我用這種方式 蹭蹭話語 然後掌握這個話語權 然後又嫌說沒有媒體權 所以自己弄一個自媒體 網路的這個流量 不斷的只會去酸藍又酸綠 然後又說自己是深綠 但你知道嗎 我看他的動作種種的行為 看起來就是他想把政治光譜 定位在深綠也好 淺綠也罷 目的是什麼 搶政黨票 所以你就知道說 柯畢拉的陽謀軌跡一大堆 他這個人想法就是鬼鬼鬼鬼鬼鬼腦的 就是一大堆這種東西 所以你看他一下 我喊出深綠 我喊出大家都聽了這個很驚心 那藍營其實很慶幸 覺得說最好你這樣喊 因為你衝擊到的就是這些綠營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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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